好 現在新潮流這一把貨持續的燒 其中一個人也是新潮流 他現在燒 他是內心在燒 他很生氣啊 他是誰 他是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啊 他槓上是戰神黃國昌 黃國昌一直去指控他 還說來吧 告我啊告我啊 現在鄭文燦晚上發三點聲明說 我要告你 三點聲明我們給大家一個懶人包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G101戰 就是你的捷運這個地方 有沒有為了因為郭哲敏的關係 所以特別這樣子繞行 他說沒有好不好 他說這個通過考量這個銷利生活圈 及設置機場的這個捷運的機場 有必要設站 而且黃國昌是看我文件 他是扭曲刻意調整站址的圖利地主嗎 他扭曲我的說法 第二個事情是 如果我真要圖利地主 怎麼會做出相反的決策呢 而且他還提出一個人 柯文哲 柯文哲也去過八八會館 跟林秉文吃飯啊 你怎麼不 你沒有去質疑科啊 你質疑我幹嘛 你雙標嘛 所以未經查證抹黑 很有惡意 所以已經唯請律師來提告 黃國昌聽到提告之後 他反而變得更興奮了 他說來吧來吧 要告就來告 這種爛訴我見識多了 想借提告來恐嚇我閉嘴 絕對沒有效 至於被講到 柯文哲這裡他說了 我去年不是跟大家講過嗎 所有曾經被招待過的人 無論藍綠白都應該說清楚 堂堂行政院副院長 你怎麼把你自己搞得跟側翼 粉專一樣呢 好 今天我要說出我心裡話了 戰神加油拿出低潮 麻煩你趕快拿出來嘛 到底鄭文燦做了什麼事情 你講清楚 好 現場有一位來賓 也被鄭文燦告過 這個機會很難得 他今天看到了 他告黃國昌這個聲明 他同時也被鄭文燦告 賴靈頭 這個感謝黃國昌老師再度把這個議題拉起來 讓我們覺得說我們並不孤獨喔 就是一個人被告 我們完全不會懼怕 兩個人被告 放馬過來 就怎麼會鄭文燦從去年到今年都講不清楚呢 八八會館私人招待所也是你走進去 結果一年之後 這個郭哲民詐騙集團竟然能夠在巴德的一個農地間買了一個精準的農地 而這個農地在去年我們看到他整個的這個價格是買在非常低的狀態 結果被我們找到桃園市政府有一個關鍵的會議記錄裡面 竟然是你鄭文燦親自出席說 我這個站值要從右移到左 要往消理生活圈移動 而這個消理生活圈移動的這個站值太精準了 怎麼說 你從這個站值挖一個半徑 半徑500公尺內涵蓋整個圓 剛好把整個郭哲民的農地蓋起來 我們知道如果在捷運站值半徑500公尺內 你的容積獎率是1.5倍 大賺暴利啊 而且你看到郭哲民那塊土地喔 是這個明星四邊形中邊有個缺角 為什麼缺那個角 因為那個缺角不在半徑500公尺內 就這麼巧 沒有容積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精巧的計算這塊農地 可是我們知道是巴巴會館的郭哲民 竟然會直接跑到農地 而且這個巴德來買一塊農地 而且四億是朝爐竹農會來貸款 這完完全全是超乎桃園市民的想像 而且更加被抓住 你的鄭文燦還進入巴巴會館 這個關係你能不講清楚嗎 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們檢驗你有錯嗎 現在所有的市民覺得說怎麼你草地暴鑽山的疾意 我們市民就要高房價負擔不起 這個相對剝奪感 是去年整個鄭文燦在桃園會大敗的主因 雨薛我們其實提到這個案件裡面 有三個關鍵人物 第一個叫鄭文燦 第二個叫做林秉文 第三個叫做郭哲民 為什麼郭哲民跟林秉文是有關係 現在有個說法是 郭哲民他把自己的黑錢 透過林秉文的PTALK去洗乾淨了 這樣就變得非常好 所以現在包括PG TALK也要來告是誰 告黃國昌 你亂講啊 你亂講我哪有幫他洗錢 好那為什麼 這個PG TALK他要這麼生氣 最主要就是林秉文被人家發現那一張照片嘛 就是鄭文燦在參加這個公益活動 公益餐會的過程當中 他拿著PG TALK的相關的廣告的 有他的名字喔 說很謝謝他啦 或是什麼樣 你要說哇 你們就是鐵三角有關係 你怎麼看 不是啊 你要告黃國昌的話 你是不是連檢調都要告啊 因為檢調現在已經要介入調查這些案子啊 這件事情都見報了嘛 檢調已經針對分案要針對這件事情介入調查 其實他的邏輯很簡單 PG TALK是誰的 是林秉文的 那大家知道郭哲民從事所謂的地下會隊 或者說線上博弈 所以自然而然他需要一個管道 那這個管道是什麼 就變成這個PG TALK 就是這一張圖啊 對你說PG TALK怎麼有辦法變成管道 其實很簡單 PG TALK他裡面呢 所有的帳號 其實他都不需要實名制的 換言之他是虛擬身分 所以呢他今天有一個比如說叫人頭A 比如說我叫這個林曉濤 張小軒對不對 我可以去創立這樣的帳號 然後他給張小軒1張小軒2 什麼意思 他愛創幾百個就創幾百個 而且呢他可以進行實質上的點數交易 那點數交易基本上就是拿錢去買嘛 所以換言之怎麼個洗錢吧 很簡單 大量的金錢買到這個PG TALK的點數裡面 然後呢透過這樣的方式 再用虛擬的人頭進行交易 最後轉換出來 這是檢方針對這個合理的案情提出來的一個質疑嘛 這也是黃國昌的控訴嘛 所以究竟有或沒有 那郭哲銘跟林曉雯本來自己就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否則現在檢調都介入了對不對 但你在這個時間點你跑去告黃國昌當然不合理 那鄭文燦的角色是什麼 鄭文燦的角色是當外界有這樣的質疑對PG TALK 有這樣懷疑的時候 奇怪 我們看到這個鄭文燦 手上拿這個手機在介紹什麼 第一品牌台灣自創 桃園市長現在不一樣啊 現在是行政院副院長力挺台灣品牌PG TALK 這個有畫面有照片有證據的 跑不掉呢對不對 PG TALK老闆是誰 林秉文啊 你鄭文燦替誰站台 替PG TALK就是替林秉文站台嘛 包括你看PG TALK桃園熊站飛科船愛這什麼意思 還共同合作贊助活動啊 還有海報都寫出來了 對啊現場還請到哇 我這一看就知道吳宗憲翁立友嘛對不對 請到一堆大咖不簡單耶 所以說這個情況你鄭文燦 是不是你要怎麼樣去撇清這關係 不是說以送就能指棒 何況人家根本不是棒 直接說清楚講明白你為什麼認識PG TALK 為什麼要替他們站台 為什麼要替他們宣傳 為什麼合辦活動 到底郭哲銘跟林秉文 有沒有這種問題 檢調自然會給一個公道嘛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說 你整天提告人 就有辦法去說清楚講明白了 好今天我們的消毒隊 謝沛芬小姐 不是我覺得是黃國昌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告與不告什麼話 都是他在講啊 全部都是他在包牌 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黃國昌在兩天前 他的臉書說什麼呢 他說鄭文燦之前說 講一次告一次 怎麼這次呢不敢告了 然後呢 他後來就過了兩天之後 他臉書又說什麼 等那個鄭文燦真的告了之後呢 他有什麼回應 鄭文燦想要藉由提告恐嚇 要我閉嘴 那是絕對無效 奇怪 告或不告都是他在講 而且呢 就是你如果真的他們害怕 就是的話 那你這個康乃爾的法學博士的 這個水準在哪裡 我覺得黃國昌 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是戰神的形象 原本是很一種正義的戰神 可是到最近 他自己已經前言不對後語 他的說一套做一套 已經會讓人家懷疑說 那你講話的公信力到底是在哪裡 不能怎麼樣都是你在說嘛 而且呢 這個鄭文燦對他提告 他就因此呢 覺得說心生恐懼 因為恐嚇他的一個法律要件 是心生恐懼 如果他就這樣心生恐懼的話 那他戰神之名在哪裡呢 我覺得黃國昌 他自己想要蹭任量 然後刷這個流量 以及想要轉移他違建的焦點 這些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 你要 或者是你要指控鄭文燦 你要指控任何人 還是一句老話 拿出證據來 然後不要一下子 喊著要人家告你 一下子人家告你說 你又說你很害怕 我覺得這其實 反而是會破壞了黃國昌 他自己的形象 佩芬你覺得 目前鄭文燦說的 柯文哲也有去過巴巴 他也有去過巴巴 你為什麼黃國昌只說我去巴巴 他從來沒有在直播上面說 柯文哲你去巴巴 你要趕快講出來 你會覺得這個利潤是對的嗎 我覺得其實就黃國昌的 而言 確實會讓人家覺得雙標 就是說他一直很激烈的 在打民進黨 這點我們都知道 可是遇到柯文哲的時候 他就轉彎 他就迴避 但如果說他要以一種 看圖說故事的方式 來進行指控的話 那柯文哲確實也去過 然後也吃過飯 也有合照的情況之下 他是不是要有同樣的標準 所以這就回到這個標準本身 你如果要用一個這麼低標準 這麼看圖說故事的標準的時候 那你真的要一體適用 不然的話你就真的應該拉高標準 真的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來 林涛 郭哲明沒有在台北市買農地啊 他沒有在台北市買這麼大塊的農地啊 真的很奇怪耶 這樣子的說法說得過去嗎 他就是因為在桃園買這麼大塊的農地 而且跟鄭文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嘛 所以我支持這個黃國昌是我看待的學長加油 來 旺哲剛剛提到了 現在黃國昌難道遇到柯文哲就轉彎嗎 這轉彎比這個捷運綠線 突然要轉彎去郭正銘那邊還要來的彎嗎 還是你是怎麼看 今天816喔 距離上市黃國昌遊行正好一個月 黃國昌已經聽到各位的呼籲了 8點 今晚8點要開直播 聊聊自己的內心事 要拿出低潮了嗎 他剛剛臉書上有這樣跟大家預告 8點看完之後 這個10點 別忘了看一下環宇一把抓 繼續來我們深入挖真相 再來談到說 為什麼這個鄭文燦現在要告黃國昌 其實大家看得出來 鄭文燦其實他也沒講清楚 他跟郭哲民的一些關係 這一些錯綜複雜的關係 那現在怎麼樣 反正我有跟郭哲民有關係 那你也別想逃 柯文哲也把他拉下水 讓大家全部 全部都在一個池塘裡面 大家一起比爛的感覺 那的確啦 柯文哲的確也有跟郭哲民 也有見面 這也是事實沒錯 但重點是鄭文燦 你也回避你的 你跟郭哲民關係的事實嗎 你沒有講清楚 那現在大家也很問號 那大家為什麼討論說這個農地的議題 農地可以變化成建地嗎 其實大家都打上個問號 可以嗎 其實大家想想 農地要變更成建地 其實他手續上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但是呢 過去有沒有一些例子 有些例子 怎麼講 我們依據都市計畫法的一些條例可以看到 如果是特定行業在農地上蓋建物 比如說你現在蓋安養院 蓋回收廠 或蓋這些社福機構 或許原本買農地的投資客 他就有可能用比較高的價格 去賣給相關單位 賣給這些廠商或建商 翻了好幾倍 先買再說 所以有可能會變成這樣一個情況在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會質疑說 為什麼偏偏就這時候投資眼光這麼精準 那你就變成要講話 那你們要回避 過去也是啊 過去大家說 高鐵經過哪裡 哪裡就會那個地就會發大財 有沒有的確也有可能啊 虎尾農地那時候也漲了四成嘛 所以變成說 你這個捷運如果蓋在那個地方 當然對你當地的土地是有幫助的嘛 所以現在變成說 那郭哲敏是怎麼知道這些消息 為什麼投資會那麼精準 就會背後被人家起疑鬥 那是不是你跟民進黨的關係特別好 就會這樣子一個猜想 這個猜想也是合理啦 哪有不合理 那鄭文燦你要不要把你跟郭哲敏這些背後的關係 講清楚 這才是重點 周一到周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懷疑地板狀